《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來到又一集的《重奪左翼》 如果大家上次有看到見過我 我是左翼21的陳俊基 我是左翼21的楊永仁 話說我們今集《重奪左翼》 就會講講香港的房屋問題 以及在這個房屋問題之下 究竟香港人有甚麼出路 Julian 其實看來 房屋問題應該是時候上來 如果今天7月13日 其實台英年在立法會最後一次開會的時候 應該剛剛新聞裏面也有說到 他就說復健居屋的問題大家靜心地想一下 去到今年的施政報告 即是三個月之後 就會有個答案給大家 就好像說到居屋已經是解決不了香港房屋問題的一個關鍵 對 應該是怎樣說呢 其實房屋的問題已經浸了很久了 之前大部份時間都是講替補 但即使是這樣 如果有機會見到一些 你逛街見到一些板 或者偶爾也會見到有些政黨都會提 就是講房屋的問題 通常大家的口號 無論是由保皇到泛民 其實都是基本上一模一樣的口號 復健居屋 增建公屋 完全是一模一樣的 而這個戲其實就由上年開始 就已經一直在那裡這樣吵了 即是對於房屋政策的不滿 而這個講法 例如復健居屋的講法 你可以回溯回 就由上年郭家琦的關懷 香港一直這樣說起滾傳滾傳滾傳 就滾傳到今年 因為上年其實 曾蔭權在他的施政報告 有個治安心計劃 大家都不收火 就錄到今年 黃江亞出來就說香港有些很嚴重的住屋問題要解決 政黨就食住這個位置 就更加地打出一個復健居屋的牌 其實曾建公屋這個東西 就算會提 其實在他們的講法裏面 都好像是一條尾巴樓 最重要都是復健居屋 即是順便講一下 口號好聽一點 八個字四四這樣去 其實永遠最重要就是復健居屋 你見到他們的訴求上面 在復健居屋裏面擺的比重都很多 亦都很仔細的 例如講講他的建屋量 就算是工聯會這樣 他都會講到 在4千5到6千個單位 如果你再看回 我們不看那些所謂保皇黨那邊的陣營 我們看回所謂泛民裏面 公民黨他都講得很仔細 他說現在政府應該有很多 重建公屋之後 拆他的公屋 剩下的用地 怎樣用呢 他亦為有一半的數量 應該就拿來復健居屋 其實見到很多不同的政黨 都是和權策掌 公民黨應該推得最狠 沒錯 果然是這個什麼 我說法 展露他 政黨面向的某些階層 這個問題 直接說吧 其實居屋 究竟能否解決問題 有些數字可以給大家看一看 例如是我們最近一期的居屋貨美的發售 那個售價 大家如果有留意的話 其實可以上防委會的那個看一看 售價去到多少呢 一般來說就由百多萬 這些應該很邊遠地區的居屋 去到三百多萬都有的 你看回價 就說居屋是很低的 你給一成首期就可以了 即是你本身都要宅住有十幾萬 去到三十幾萬 是未開頭不用用的 你才有最低的入場費 其實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當時有人說福建居屋去解決某些住屋問題 他究竟在跟甚麼人說話 有時我都覺得很奇怪 我想一下我找一萬多元個月 不知道又要租 現在未有屋住又要租 又要給家用 都要吃的 其實每個月存到多少錢呢 究竟存多久才能存到十幾萬至三十萬呢 我有時我都很想直接問政黨 你們是否當這群人死的呢 如果不是為甚麼你們可以叫這些 覺得好像建居屋就能解決問題 我真的有時不太明白 最難明白的那個位置是甚麼呢 就是他們喊這個口號 即是黃港壓來了之後 跟著政黨喊口號 其實是甚麼時候來的呢 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 那個時節剛剛就是碼頭圍劏房大火燒死人的時候 你可以看一看那些劏房的居民 怎樣跟你可以買得起居屋呢 很明顯居屋不是一個解決這一層人 他那個住屋問題的方法來的 然後還有有些周刊也在那裏爆 深水埗有些棺材房 他的那些赤架 比豪宅更貴的 那住在這些這樣的板間房也好 劏房也好 棺材房也好 那一陣其實 很需要急切解決住屋需要的香港人 是 在這個復健居屋裏面是沒有一個聲音 是的 即是私人買不到 居屋其實根本就買不起 根本就找你笨的 很明顯最合理的反應 左右21 一向都是有一個很清晰的立場 就算171擺街站的時候 我們都說了 私樓我們是不會要的 居屋也是找你笨的 最基本的邏輯 當然是之後會再說了 因為其實居屋一來 同事價掛勾七成 即是貴到瘋了 其實這些都是在私營市場裏面的房屋 在這些房屋裏面 基本上你某程度上的價錢 是一定受到市場控制 基本上在 尤其是面對炒賣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或者很危險 最少肯定的就是 你是解決不了某些最基本的需要 住屋現在就是這樣 唯有就是公屋 即是所謂一些非市場化的住房體系 才可以真正解決到問題 所以我們都是大量增建公屋 其實都要講一下 現在公屋方面的問題 都很積壓得很嚴重 公屋短缺的方面 我們看一看 其實去到今年2011年的時候 公屋輪候策上面那個輪候的中數有多少呢 已經突破了15萬多 但是它每年 即是現在房委會說 承諾未來每年起那個平均的建屋量 其實只有15000個單位 現在政府打出來 很好聽就說有個承諾叫做三年上樓 但其實你看到 15萬個輪候個案 接著每年才起15000個單位 其實除一除已經知道三年上樓是不可能的 而且這個三年上樓的數目 大家真的要記緊 它是一條出述的數目 首先它排去那些什麼人呢 就是那些所謂 非獎者一人申請那些 總之如果你是60多歲以下 然後走去排的話呢 你要等的可能 我當你最快18歲 即是一生日就立即入市那樣 其實你都要成最短可能 11年才上樓 有些團體計了可能是可以等到30年都有可能的 如果漲變了一盤數的時候 你會看到其實很大的一部份的輪候者 都不算那些已經入市過了入市限額 沒有輪候那些 其實在整個現在現行的公屋那個輪候體系裡面 是有段時間都還未上樓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覺是怎樣 那個公屋的污名化是很嚴重的 我也不知道大家怎麼想 很多人就算賺錢不是那麼多也好 都會覺得公屋都應該不是我們居住的 公屋似乎真的要被那一層最窮最窮最窮的那一層 最有需要的人 才可以居住的 而且你想想是去到這樣 現在的輪候才是這樣的 才是去到一個這樣的地步 我理解其實這是一個 某個宜打 某些公屋的污名化都是一些策略來的 就是令到我們大家基本上不會去想 我們的住房是應該要由政府給我們 那些是基本的權利來的 其實又翻兜再說一說 居屋本身如果你不住公屋 你去買居屋 問題其實在哪裡 在整個全球的資本主義體系看下 你基本上每一段時期就會有一些經濟危機 你這些經濟危機其實對於你買居屋的人來說 是一個相當大的風險 你想想一乘首期聽下去是很划算 你不用付那麼多錢 但問題的代價是甚麼就是 你供樓可能要供很久 而供很久的時候 你又再回顧從98年金融風暴到現在 我們本身的樓市波動過多少次 息口又波動過多少次 萬一你剛剛好 我那陣你因為有居屋出籠 就可以便宜到市價七成 你才可以上到車 所謂上到車 買到樓那陣 你一加息的時候 你是不是真的供得起樓 我還沒計你那些可能經濟危機一利的時候 你可能被人減薪 一個不好想甚至裁完的時候 其實你在整個資本主義體系下 這些是最危險 亦都是最沒有保障的族群 但是相對地你看到如果公屋那一方面 你本身的租你不是跟市值來掛勾的 可能反而是現在的情況是跟你入息中位數 比較有關係的 掛勾的時候 你是穩定很多 所以公屋在這個位置 相比去居屋 它本身那麼適合作為一個社會保險 不如Julian你說一下 這個譬如說公屋 歷史方面我不是很清楚 你說一些最基本的理念 我基本上都認同的 但是譬如說一下公屋的歷史 我猜看節目那麼有很多人都未必那麼認識 簡略地說一下 與其說是一個公屋的歷史 都不如說是一個公屋衰落的歷史 因為我們看回如果房委會 2010年就是去年那個數據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現在住在公屋 這裡的公屋是指出租的公屋 這樣的人口的比例 其實不是很多 三成都不夠 29%左右 但是你再看回 10年前 即是 2010-10 即是2000年 那個時候 其實有35%多都還是住在公屋 如果你再數回例如8、90年代 應該更加多的香港的人口是住在公屋 所以你會見到是整個公營房屋 或是義和其其事當中的出租公屋 是被政府有系統來屠殺的 以一個屠殺的過程 我們姑且叫它做一個私有化的過程 這個過程是很有意識地推動的 如果真的要回顧的時候你可以去 例如70年代末 那時候麥利浩又開始提出要有個居屋 開頭推居屋都是一個很試驗性質的 單位起得很少的 甚至乎也沒有現在那些所謂保地價的制度 或者一買你就要買賣地價 然後你都沒有說怎樣跟市場脫勾 總之你 一賣你就已經可以以市價買出來 第一批股屋應該是這樣 但是之後呢 落到去80年代 他87年有個長遠房的策略檢討 政府出來的時候 其實整個私有化的策略 就更加明顯了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時候 我不知道 陳鑽基有沒有記得 夫戶政策其實在80年代 應該沒有聽過 那時候還是在說 但是這個說法 其實在長遠房策略檢討 推出的前後那一兩年 就越說越多 然後就在 80年代尾那時候可以出來 這個是什麼做法呢 其實他是例如要你 開始要一些公屋住戶計算你的入息 然後你的入息過了某個限額的時候就交商租 再不是的時候 他是企圖用這件事 令你的人不想住公屋 然後推你去一個私營房屋的市場 這個是一個做法 如果我們再回去看居屋那方面的時候是怎樣 大家都知道居屋申請有兩種表 一種綠表一種白表 一種就是給現有的公屋居民 又或者是輪候公屋的輪候人 去申請的 其實兩種表的比例 一直以來都是很 平均的 但問題就是需要兩種表的比例的人 是很懸殊的 即是你本身如果是住在一些 租私樓也好 有什麼都好 其實他是特別想 買居屋的 相比起來 但是你本身住了公屋那些人 其實很多都不是很想買居屋的 就是很多都 所以他的申請那方面 例如申請居屋那方面 比例兩邊就很懸殊 但問題是他兩邊 給你的一個配額 居屋的配額 其實一直都維持在1比1的數量那裏 你會見到就是 很有系統的 推些公屋居民 然後還有的 你會見到去到 九十年代的時候 其實還有一連串的措施 除了那些 之前有那些這樣的居屋之外 其實有 多了一層東西 叫甲屋 甲屋是怎樣呢 其實就在吃一層 你買居屋 你又過了你的入息限額 你再富貴一點 有錢一點 那些中產 他又推出一些漂亮的居屋 那個就叫甲心階層的房屋 那麼就 希望吃這個市場 等你如果因為那時候其實九十年代 那個樓價是升得太快了 所以就算是 你一些比較有錢一點的所謂中產 都很難真的買到樓 政府又推過甲屋給你 如果你買不起的時候 跟著再推出一個 就是自治居所貸款 政府借錢給你 然後給你把那筆錢交給地產商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左手交右手 那麼 好了這個我們當是對上那層市場 下面那層市場是怎樣呢 就是再窮一些那些 你居屋也未必買得起 那麼他那時候九十年代 就推出一個所謂 出售公屋的計劃 所以你會見到他是上中下三路全部打了 然後要你那些人不要申請公屋 跟著推你去一個 私人市場那裏 你要自嫌 你一定要買樓 那時候其實是整個八九十年代 很主力推的一個過程 是 其實是甚麼 還有隔屋也有 是 是 是 好一點的居屋 是 又不見他們提出一些好一點的公屋 是吧 是 是 譬如我們現在想公屋 一方面我們被政府污名化得很厲害 其實所謂 他們一路一路採取的 推我們這個觀點 如果大家都有聽過 所謂一些盛餘的福利官 基本上就是福利呢 福利是挺好聽的這個字 雖然在香港可能不是那麼好聽 但是 但是盛餘福利官真的是 你真的差不多死了 你真是窮到死不了了 好吧我們來幫幫他 這些就叫盛餘福利官 但是你想想這個盛餘福利官 尤其是在房屋那裏特別強 譬如我舉個例 我們講公立醫院或者教育才算 你讀官校的 沒說官校一定是最差的那批 不可能是這樣 公立醫院都不是一定說 說真的 誰敢私家這麼貴 公立醫院其實都狼括好一部分的醫療福利 雖然之後不知道怎樣 有醫保之後有機會再跟大家講一下 但我們對於福利的理解香港人是薄弱的 或者看眾門事例上都可能會有這些問題 但房屋是最灰的 舉個例子 你所謂的大學生 你知道大學生有些是很世界的 但有些其實 例如我讀自學的 有些同學出來找多少錢 好的饅頭 不好的就找不到工作 其實應該是這樣 說真的 你說是否整個社會最差的批 不是 但也不是那麼好 他們有些人申請公屋有罪夠感 我覺得好像拿了別人的罪 但其實不是這樣的 我們可以再看歷史 大家都知道建公屋 除了防委會之外還有防協 其實在六七十年代的時候 其實那些出租的一些公營樓宇 不只是一些廉宗屋 還有一層防協建出來的這些房子 其實是貴一些的 它是被中產的那些人租住 其實為什麼你所謂有錢的那些 你的居所的解決 就一定要是私有化 一定要買樓 其實你在整個六七十年代 是沒有這樣的想法的 甚至乎那時候老一脫那些老人家 有些什麼說法呢 那時候流行的說法就是 嘩 上到樓 抽中公屋 好過你做馬標 但其實現在就沒有這樣的說法 正如剛才陳俊爺的說法就是 這些就是聖如福利官來的 就給一些最有需要的人 所以搞到什麼呢 搞到現在的公屋 基本上有百分之二十四的 其實是縱門戶來的 然後還有一些可能是新來港的人 雖然新來港那些上樓 又要再等多幾年 你也說得對 總之就是真的去到最 但其實我也要重提 作為一個最基本的 可能有些再複雜的 等一下可以再講 我會講關於那個公屋 它作為某些基進的標示 但最基本很簡單就是 著眼公屋 我們不要只想著那個形象 就是一些很不好的樓 只可以給最有需要的人 不是這樣的 那些應該是我們 一些堂而皇之 我們可以講到福利來 那些就是一些公共的房屋 一些社會的房屋 就是不讓市場操控的 不讓你炒的 不讓你買賣的 它的存在就是為了serve 或者基本上就是 給人滿足住屋的需要 這是一些很基本的想法 我們一定要從 這個觀念的改變為何重要 就是因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全部都交給私人市場 交給私人市場 有多壞 我猜大家應該比我更加清楚 應該是買樓的 這個標誌 只有保存 沒有要過 在香港之前如果大家有看過 左11的地產霸權特刊 他說過有一個國家的入息中位數 以及他供樓的每個月花在房屋上 因為供樓的這個比例 香港全球最高 基本上香港人就是花 當然這個是籠統一點 但是你想像就是那個樓價的市值 一定跟他的租金有很大的關係 你想像香港東方之珠 其實又拿一個第一 那些自由市場那些現在是不是第一 我都忘記了 是的 在美國傳統基金會排名裡面 香港依然是全球經濟最自由的城市 除了那個第一之外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第一 就是香港人花最多的錢 在樓宇方面 基本上就是 我舉個例子給大家看看 早前走過中原地產 就發覺他那些 有個所謂大學生精選租盤 你可以預計他有多少租金 其實他就去到六千多 去到九千多 正如剛才陳正基所說的 其實你大學生一出來 我不知道他那些大學生 就是大學畢業生 如果你畢業出來的時候 你可能找慢鬆一點 甚至慢鬆一點都沒有 例如我讀社會學那些 我看早幾年的數據 八千到一萬 你最多人找的那些錢 那你這些怎樣租到樓呢 你租完樓之後 你真的不用吃了 不用搭車不用上班 怎麼辦呢 所以你會見到 其實整個香港人的租金支出勢 去到一個很離譜的美麗 所以我見到那些政黨 不斷提及居屋 其實真的很猛 真的睜大眼 港大一是他們真是愚蠢 真是完全不懂看政策 要不就是這樣 要不就是他們睜大眼 其實明知港居屋 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照說 根如論 人類可能甚至說 你要我講其實長期都有 就是某種所謂中產政治的當道 我之前說公民黨那些 提居屋提得最厲害的 就是他們眼中的民眾 我們常常很喜歡說 群眾人民 神經病 人民從來就是集多的 有不同的 賺三萬多的那些人 和賺萬多的那些人怎樣 大家的生活質素是否一樣 生活經驗是否一樣 完全是不同的 問題就是說 這些很多的政黨 尤其是公民黨 民主黨 如果你要我講的話 就是他們的眼中 很多時候真的只有某些中產 真正最慘的貧富大眾 都未去到最低的那些 其實就是稍微低一個 Stratum那些 真是他們看不到 而他們的生活其實 在這個所謂 就是地產霸權 你現在的租金 你每個月找來找來找來 很大部分給租金 或者其實間接地 就是落回地產商 基本上就是 為何是扭牢 就是因為他長期 就是有這個 緊箍就箍死你 你現在是躺在街上 其實不是一個可以生存的選擇 其實理論上是一個選擇 但我猜不是太多人能接受到 我猜 所以就是為何 譬如說 在這個問題上 我們是不斷地叫 我們會叫 一定要降公屋 因為我們是信不過 我們是信不過 私樓當然信不過 不用說 居屋都是一些唐衣毒藥 我猜就是在這個問題上 我猜大家要認真檢視一下 我覺得 不可以讓他們不斷說 我猜大概是這樣 可能下一節我們回來 跟大家說一下 公營房屋在香港有什麼策略 還有究竟在整個運動上 有什麼重要性 還有它標誌著什麼價值 我可以詳細一點再說 下一節回來再見 好 又回來 我們重奪左翼 我經常都忘記名字 我是左翼亞一的尋進基 我們是左翼亞一的楊永寅 今天是講房屋問題 剛才基本上講了 一些政黨怎樣 睜大眼說謊 以為解決某些房屋問題 建居屋就可以了 其實根本上是解決不到 也講了一些關於 公屋的可塑性 還有有多重要的 但是其實有消息尾巴都可以說 例如 為什麼 居屋本身 在這個位置會成為政黨 這麼重要 或者這麼爽動的 宣傳的語句 其實就是從居屋本身 在2002年 就是阿孫明陽 推孫九礁的時候 開始停建 停售居屋 然後令到大家 好像有一個失落了的世界 在一個夢想裏面 年輕人可能沒有那麼清楚 這個所謂的宣傳九礁 那一刻真的覺得很厲害 其實真的 真是出面 真是托市 其實都要講講 宣傳九礁 本身的功用是什麼 我們如果看回 我們上一節的說法 居屋這個東西推出來 其實是為了推人去私人市場 其實這個不是居屋 會令到樓市的樓價跌了 其實它是推更加多人 去買私樓 因為那個所謂上車是什麼一回事呢 就是你有了第一棟樓 然後你又再買了去買下一棟樓 那下一棟樓就不是居屋 居屋本身你是一個 整個世人 只可以申請一次的東西 所以其實是推人逐步逐步 去一個私人市場的做法 至少在八九十年代 都是這樣一回事 但是反過來 其實去到2002年 宣九礁推出 有一個什麼歷史時空 那個其實是經歷了 九百金融風暴之後 你看到其實整個樓市開始跌了 很多私營的住宅單位 摘在發展商的手上 摘在發展商的手上是怎樣呢 就是他們的資金或現金 就不能流下去了 那為了救一些地產商的利益 那時候政府就推出宣九礁 停建停售居屋 所以就希望讓那些人 直接把他們河包裡面的錢 那你就買私樓 買別人那些買不出的私樓的貨 所以你會看到 無論是一個八九十年代 他政府要推一個居屋 推一個私有化的策略也好 也好 或是他2002年 停售居屋也好 無論他賣 還是不賣居屋 都是想推一些人 過去一個私人市場 然後托起一個樓市 然後讓他不要倒閉 又或者再令到他升得更多 這樣的做法 那時候很誇張 我記得看過那些數據 那時候積存了幾個 大約六萬幾個 總之就是約六萬個 你算一下 我都不算你多了 三四百萬 那裏有多少億 如果大家對於資本主義 有一個最基本的理解 就是資本是要不斷流動 那系統要這麼大 才可以繼續生存下去 因為錢一停的話 就麻煩了 你想想那裏有多少錢 然後再加上如果真的 樓市繼續倒閉的話 真是真是混蛋 不要開玩笑 或者說回那個基本 大家要有一個圖譜 就是你見到就是 為何這樣 就是你見到就是 公屋其實就是代表著 某些所謂公營的 不是私人市場的東西 是某些基本上 又不是完全公營 不是很合當的 就是某些叫國營 或者政府 政府 政府作主的 而另外那邊 就是基本上是 私人市場作主的 很大程度上 就代表著資本主義的世界 當然政府那邊不是完全 比如居屋 可能是中間 但是譬如 一方面我們固然 為何災二一要 要在這個問題上 要有這麼大的 支持 其中一個最簡單的 就是因為其實 不可以 對所有人都不好 其實你將這些東西 交給私人市場 我們一向都覺得 那個市場 那個恐怖的地方 是可以很 有幾變態 大家看看 全球的資本主義的歷史 就知道了 去到差不多 譬如金融危機 或者經濟危機的出現 有的時候可以對 交給市場的東西 對於下面的人的剝削 可以挺厲害的 撇開這個最基本的 就是說 我們講的那些 所謂一些 基本上是政府管的 或者起碼不在私人市場裏面 那些東西 其實是 某個意的 是代表著 它是有某些 反資本主義的代表 當然一定 不可以說到 如果我們要真的說 當然要土地公有 我們完全要 我們不要 雇用狼狼制 那些生產關係 全部要一次過搞定它 但問題是 我經常都嘗試 跟不同的人說 資本主義不行 我們要講反資本主義 但是我們不能夠 迴避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現在 我們不單止生活 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裏面 不單止生活在這個制度裏面 或者應該這樣說 一個制度 沒有它的意識形態的統合 是生存不到 即是沒有可能持續下去 我們是生活在 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裏面 而很多東西 是非常牢固的 對於我們的想像 譬如 一定是要買的 例如 我的說法 這些都未到最誇張 譬如說 僱容勞動制 我經常都說 是更加的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聽到合作社 我不知道大家 合作社其實是甚麼 就是一間類似 你理解某一個經濟部份 負責生產等等 沒有老闆的 那件事 那件事 決策全部是投票決定的 大家談出來的 最簡單這樣說 其實不止那麼簡單 就是某些所謂經濟的民主化 我第一次聽到那個感覺 是我覺得 你說甚麼 為甚麼會這樣 為甚麼會有這樣的東西 其實我完全明白那些東西 但我有點不明白 為甚麼會這樣 這些就是那些意識形態 對於我們的洗內感 我們從來未幻想過 有這樣的東西 就好像我們現在幻想不到奴隸制 我們很難想像 就是譬如 真是奴隸 其實是甚麼一回事 這些就是資本主義的 意識形態那些的洗腦 有很多東西 就是洗腦方面 例如我們覺得 那些東西基本上 當然是可以買賣的 就是那些東西 或者交給市人市場 最優秀 就是我們這些 很多很多很多 聽到這些東西 洗腦洗腦瘋 那個問題是 怎麽樣可以開作一個納規 你一開始就跟他們說 不行的 我們要 我的典型是 在左衛裏面 最所謂Orthodox那些 都是所謂某些 馬斯主義 列寧主義的傳統 即是我們覺得 國家一定要跟我修皮 三權 全部要跟我 ablish 代議政制是不行的 司法其實也是 很大程度上 偏幫這個資本階級的 官僚體制不行 他本身就是 基本上 不受這個 所謂人民的監管 最後警察就是 國家機器 最後不行的時候 就出來打你 整個東西要不行的 整個生產關係 最重要 我們要ablish 鋪王勞動制 私有產權 這個整個行動 要被人顛覆 我是覺得是這樣 你跟別人說 別人覺得你瘋了 就算你花很多 很多的力氣 慢慢去說 我都說 我第一次聽合作社 其實不行的 你很難慢慢去說 問題就是 我經常說 要找一些切入 怎麼慢慢去說 那個洗腦是很恐怖 但所謂大顯之道50 總有一線生機 讓他去說那些 我經常說 那些東西可以在哪裡說到呢 我覺得 這個所謂 公屋這個問題 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切入點 但我要問回 因為其實 如果你說到整個 意識形態的推子 其實有它的物質基礎 例如你說 政府在這個 我們剛才說 整個私有化 房私有化的歷史上 是扮演很大的 共謀角色 他亦都不止 他為什麼要推這些 共謀呢 其實跟他的利益 是很有關的 你看回香港政府 那盤數 很大部分 賣地收入 引花稅 這些全部 跟過樓與交易是有關係的 如果過樓市一塌 其實沒有收入 就沒有好處了 那怎樣才可以有個力量 令到他 例如推房公共化 也不要說要打倒他整個 議會政治 三權分立 那些 一個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 那些 沒錯 基本大家要認知到 就是 所謂官商勾結 其實這不是一個很確切的說法 整件事說得太主動了 就是 國家和所謂的資本 那個 未去到互衛共生 他們又不是一體 每一邊都會維持某些 互衛共生 這就一定是 但是他們很容易 其實會把某些事情 當在一起看 例如 譬如 很多時候某些政府局官員 會提到一些所謂的愛國 或者愛港 強調就是 我們會視香港的一些發展 是很重要的 但是所謂香港的發展 他們很自然就會提到 其實整個經濟好 經濟好就是資本好 譬如 稅收等等 他們很容易覺得整件事就是 會把資本的利益 分析成為他們自己的 或者所謂各個國家的利益 全民的利益 甚至是推下去就是香港的利益 在這裏來說 回應Julian的問題 譬如說 儲基本推房屋 起碼將他的市場拉 拉回來 究竟推那個力量 究竟在哪裏 應該是說 這個我想退後一點去說 就是這個 再我再說 關於那個 那個價值究竟在哪裏 就是說 公屋可以成為一個 反資本主義的價值的標示 某程度上 我也說公屋 遠遠不是挑戰資本主義 如果大家對於一些 熟悉的話 這些基本上都是社會民主主義的 一些說法就是 你提供福利 資本可以繼續運作 但是不可以做到那麼盡 要給你們一些福利 就是那個想法會是這樣 但是大概你想想想 起碼我們看到 那些樓原來可以買賣 是可以多壞 就是樓價可以這麼高 這個就是 譬如說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針對市場有多不好 有些人可能 那個感覺不是很強 但是你說 那些樓可以炒 可以買賣 樓價可以這麼高 他們有些很直觀的感受 就是 譬如說 在這裏可以說 所以我們就要把那些東西 納回來做 至少不要給市場 先給政府做 當然 如果政府遠遠不是負責 我們 所以 也有另外一些問題 但起碼是沒有那麼細胸甲囊 因為政治上 就算現在香港沒有民主也好 某些基本的壓力 但是資本就真的很難 尤其是政治經濟的分離 我們經常想像 就是我們政治的東西會多些 經濟的東西就沒什麼可以說 例如我們很少一起 我們示威會去立法會示威 叫他們什麼什麼 我們很少一起去長江去示威 不是反地產霸權 地產霸權很空洞 我們不會說 要加人工 然後我們去長江示威 我們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那個經濟的問題 我們覺得不是這樣去處理 當然真正那些權力 那些壓力在那裡 但是回到標示的東西 就是說 你將一些東西 原來在市場上拿回來 給國家做 起碼有一定程度 受我們的監管 是這麼好的 原來可以 譬如我也想像 譬如說 我也聽過一些例子很誇張 譬如說公屋就是 很早申請公屋 因為怕過日會限額 不這樣做 就是這樣 公屋可以是 對很多人來說 是這麼好的可以 其實你如果 你現在再想真些 其實可能都抵回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出去租的樓多貴 就是可能 你找多一部分人工 找到萬多元 過了那些入息限額 可能都抵不回 不用萬多元 他在最低工資之前 那時候應該是七八千左右 是啊 八千五千 應該是 你那一期 你加多一點 就算我當你做石Q 做保安 都已經回過了 是啊 在這個位置可以開始說 市場化的問題在哪裏 而且不是跟學生說 可以跟普通民眾說到 其實這些東西私有化 或者所謂交給市場館 是很不行的 那你在這些位置就是 非常好的切入 我猜這個 應該說 當然我相信 還有其他切入點 但是如果看回香港的形勢 房屋的問題 尤其是 我已經提到台上 其實大家受到的壓迫 壓得很誇張 而這個壓迫是沒有辦法 其實沒有辦法 做一些非常好的塑膜 因為香港基本上 那個經濟 是很受地產主導的 就是金融的次資 但是地產是最誇張的 而基本上 政府某個意的下 是被迫著補他 不補他就死了 因為 這些其實是一些 不可調和的矛盾 所以在這些位置 你再推 你重新 我們說清楚 我們要公共房屋 我們不要市場的話 造成這些壓力 就會令到矛盾越來越尖銳 群眾其實就越來越能夠 容易理解到 透過這個入路 去講整個資本主義的問題 期望 社會主義的思想 能夠這樣傳播出去 至少我覺得 這是一個可以嘗試的道路 或者你也嘗試講講 另外一個面向 Julian 就是說譬如說 為什麼我們覺得 就是說 其實現在都可以順便做少少宣傳 其實現在基本上就是一壇事 稱為青年拒當樓盧運動 其實主要就是 基本上那個立場都跟我們差不多了 那個說法就是 基本上我們都是 私樓居屋 走開 我知道搞不定 我們要公屋 我們要提高入息限額 我們不要那個瘋線的扣分制 不是扣分制 計分制 我經常都說錯 可能覺得他太陰毒 所以都是要用一些比較奇怪的字 基本上要重新去說 就是公營房屋的好處 譬如說 我們覺得 譬如說 我和Julian都有份 在裡面 還有幾位座位 還有其他人 現在可能是十多二十位朋友 大家在談 看看有沒有什麼可以做 為何大家會這麼熱心去覺得 那件事這麼緊要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過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看看所謂有很多社會問題 普選 其他都可以拿來講 就是 大家其實近年 可能計算這兩三年 最控動的事情 有些什麼呢 可以數一下 例如動員得比較多 萬人包圍立法會 例如反鋼鐵 再數遲料 最少不是去年五月的五區公投 主要其實都是關於 大寶最近的 對 跟著其實也可以看回 那時候 那些年輕人一走出來的時候 很怕被人說 他是為自己的利益而戰鬥 那他就因為 這個擔憂 有一個應運而生的說法出來 那時候的抗爭 是一個非物質價值的抗爭 那些其實全部都是我意大 是很離身的事情 應該兩樣 一樣是離身 第二我們不講經濟利益 就是所謂一些 我講的就是真正的利益 那些就是 你有沒有能吃 你集穩多少錢 這些是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不會的 政制 不是跟我們不相關 但是是遠的 亦都對於不同的人來說 那個幫法是不同的 你四年才投一次票 是的 反鋼鐵就複雜一點 因為除了所謂的 蔡陽川的講法之外 反鋼鐵的六百六十九億都在 但其實那個也不是自己的利益 那些六百六十九億 說真的 不會直接下落 不會直接 立即派出 而且那時候浪述很快 又下去 為何那些六百六十九億 會這麼離譜 都撥出呢 就是因為功能組別 就是因為整個議會政治 現在的不公平 所以我們令到議會政治 更加民主 一切都可以 如果不是 因為那些評判 就是一些很正常的 所謂某些對於鄉家的關懷 對於一些人地情的說法 對於發展主義的甚麼 我們不想要一個這麼快的社會 等等這些說法 批捕呢 最暗的 你要我講就是 他連普選都比不上 只是溫知那麼少的東西 例如說某些說法 這些是威權政治的抬頭 對於我們某些理性的最大的侮辱 連最後的有甚麼 總之我講法就是 其實我都不厭其煩再講一次 如果你不是想交五區公投的話 其實有沒有逮捕機制 沒有甚麼關係 對於我們 對於那個政制的發展 現在其實說真的夠衰的了 其實已經衰多一點 其實那個真正matter的地方 不是很大 我貴事被人說 我每次都會說的 我絕對不是支持這個逮捕機制 這個逮捕機制是非常之愚蠢 是政府才能想到的 但我只是想說他是愚蠢 但他無關痛養 對於那個影響 這三堆東西是最大的 但我想說一下 知不知道 在這段時間 有甚麼重要的問題出現過呢 你數得出的 例如剛剛 立國法沒多久的 最低工資 為甚麼33元會變成28元呢 然後推出的時候 整個輿論都說 甚麼人被人炒 甚麼店舖結業 都是最低工資的問題 大家好像說到要反對 有多少人支持呢 究竟最低工資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去立法會 當時 如果有1000人 我真的折個頭 讓你當陈草 再近一點是甚麼 例如現在推的所謂自願醫房 醫療保險 個個都要看醫生 但為甚麼有一截人 是要自己給錢買保險 益保險商 又或者個個人都會老 為甚麼那些全民退休保障 說這麼多年都說不響 反而現在政府甚至變管家 要退休保障 按揭出來的 即是臨腦 要賣了一座樓 按了給銀行 其實這是抄家 接著有甚麼 全民退休 你想想退休保障 其實挺禁 你想想那批人 為甚麼說 你退休後 說真的 難道那批人 那時才出來抗爭嗎 是否這樣說 即是差不多年多 當然有 絕對不是說他們不行 但你想像 退休保障 對於他們 退休之後 即是正常 你說幾個世紀之前 就說去到退休的年齡 差不多 其實現在還有好一段時間 即是那時的福祉 其實是很重要 而他們沒有辦法再推銷他們的 勞工 嚴格來說就是 資本主義 沒有殺傷力 即是沒有殺傷力 他們已經不能夠 財務他們的勞工 其實那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現在就是 透過大家都知道 不喜歡的強積金 但是大家 後面基本上 都不會不贊成 不會不贊成 我們要全民退休 我們要最低公司 還有最高公司 而到現在都沒有 但未必將重要性 放這麼多 我應該說 無論是動員力 我會直接看到的感覺 其實都非常弱 但曾經何時 香港又不是這樣 曾經何時 如果你再看回 整個七八十年代的時候 整個居民運動的勢 是非常強勁的 甚至乎你到一些公屋 又或者到一些舊樓的區 你要搞居民會的時候 那時候你還要想一下 是沒有所謂的互聯網 是沒有所謂的網絡動員 都可以靠人搭人 一些社區網絡 成千多人出來 然後開居民會 那時候其實 香港的一些比較基層的 一些比較窮人的 那個運動 是強大的 如果有這樣的強大 他們覺得一些切身的 關乎自己利益的東西 不是一些不說得的東西 不是一些要害羞的東西 因為他們那時候 例如有一些 教開居民運動的老人家 會出來說 就是這些事情 如果我連樓都沒得上 最基本的居住權都沒有的時候 那有什麼這麼正義呢 因為我出來 我自己的這個利益 和一個所謂一些 合不合理的那些東西 是有關係的 其實這個是關乎 整個道德經濟那樣的東西 也就是剛才川普說的 意識形態那樣的東西 如果我們要重建 這種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時候 其實對於房屋的 那個非商品化的想像 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覺得 房屋是可以商品化的時候 你覺得買樓 其實是一個必然的選擇 又或者不要買樓 你租別人買的樓 是一個必然選擇的時候 你怎麼會覺得 你揮火一些 可以公共房屋 是這麼重要的東西呢 你根本沒有這樣的 膽量 還有長遠來說 我也說回到之前 有說的意識形態的問題 就是政治和經濟分離的問題 就是政治的東西 我們可以來 經濟的東西 我們就不斷碰一下就算了 甚至是可以住之不利 如果在不干預 最高勢頭的情況下 但是那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這個就是 資本主義恐怖的地方 就是他不用 李嘉誠有沒有犯法 可能暗下底 可能有些 我不知道 應該這樣不用被人 就是告誹謗 他基本上就可以合法 做成最大的壓迫 那些壓迫是無形的 他不用派警察來打你 他不用用政治打壓你 不是這樣的 就是在既有的系統裡面 他就可以真的拿著你弟弟 你基本上是不能反抗的 如果你繼續認可制度 問題就是 究竟那個力量原子 如果我們不衷心 或者正視經濟的問題 那些最切身 我甚至會說最悶 最醜惡的問題 就是material interest的問題 亦都是最日常的問題 亦都是最日常的問題 就是那些 我不夠錢 人工低 是很悶的 或者工事太長 這些東西 但是真正的壓迫是在那裡 尤其是真正受壓迫 最厲害的就是基層市民 而不是就是 我再說其他的價值 政制等等 絕對不是matter 但是現在是本末倒置 你要我直接說就是 那些才是真正的問題 而在社會運動的層面 我們已經innovate 或者受那個 其實現今暗下 都是受那個 資本主義意識的形態 影響得太厲害 我們不敢fight for 一些所謂material interest的運動 沒有這些東西 而房屋 這次譬如說 居屋公屋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切入點 除了之前說反資本主義格子之外 這也是重建 重建大型的基層社運 一個非常好的機遇 為甚麼 因為房屋的問題 已經壓到一個地步 一來受眾很廣 譬如說最低工資 可能是最低那一陣 真是最厲害 而去到說房屋的問題 對於我們的壓迫 已經退無可退 政黨是迫出來回應 因為社會真的爆了 其實社會 在這個時候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尤其是你見到政黨 是不說的 都說受某種中產馬拳的意識形態當道 其實那種中產馬拳的意識形態 都是資本主義的一部份 所以就是說 譬如說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時機 是真的去動之旗 真的去講這個公學 這也是為甚麼我們覺得 會下去 現在未成名認甚麼制 總之就是有談 拒當扭勞運動 對 拒當扭勞運動 如果拒當扭勞 不做扭勞的重要性在哪裏呢 就是在於 你地產霸權那樣的東西 其實就是你買樓 你買樓的時候 那你就有把柄給他拿著 那他就可以繼續拿你錢 拿乾利 整個人生都沒有了 不做扭勞的意思 其實正正就是 一些最基本的居住權 人人都要住的 沒有說誰特別有需要 所以我們要講公屋 還有就是 是你憶奮給我的 我們一定要講這些 如果想知道的情況 就是因為時間差不多了 就是在我Facebook 我是陳俊基 很容易找到的 Thomas Cham Thomas Cham CXAM 沒錯 或者你去左右21的網站 還有如果想關於看居屋 和公屋的問題 可以去左右21的網站 left21.hk 有地產霸權特康 7日反地產霸權特康 是的 你到時可以看一下 就是理解多些 裡面會有詳細很多的論文 關於不同的問題 我猜差不多時間 今天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認真面對這個房屋問題 有機會的話 都看一下 近來醫保這些事情 其實這些是很重要的 大家遲了都會病 沒錯 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 再見 iRead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我會看到 有什麼事 我會有很多事 我會說